手上还插着点滴管 说在住院的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宏安 却出现在新竹县政府 说自己等等还要回医院继续治疗 高宏安的神情略显悄悴 但因为跟联点荣誉副董宣明制约好了 要到新竹县政府拜访县长杨文科 特地从医院跑出来 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挂病后 情况确实也只有我自己能够去准备 比如说像资社会的这些事情 我也必须要自己来做资料的反照 说因为只有自己最了解 所以什么事都自己来 据了解高宏安因为打宣战 长期饮食不正常 这几天出现肠胃不适 加上又要回应助理费争议 过度疲劳让他撑不下去 昨天早上我看到他 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 一来咨询不要去了 回去休息一下 我昨天看到他 我说你的义务怎么变这么大的剑 人瘦了一圈 说前一天就发现高宏安不对劲 要他别去质询 他没听 跟选前比一比 高宏安身形的确小了一号 精神也差了不少 柯文哲说选战后期要跑行程 还要回应对手攻击 再花心力准备质询 身边的人都看不下去 看到他其实在这个 整个精神的状况 跟这个身体 其实略显不适 那我也当场有劝他要多休息 其实我自己本身跟着委员行程 一整天都觉得很累 我们幕僚是可以轮流 可是宏安却不行 幕僚透露好学生性格 让高宏安自己把自己逼到极限 只是在助理费争议之际挂病号 也让病情成为话题 TVBS新闻董耀俊伟佳琪 台北下方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